初冬小寒 进入十一月 山里的日出也晚了一些 直到十点 阳光才终于穿透云层 洒向大摇山 出出进入大摇山 一片荒凉大青山 市居深山的摇族人 早已习惯了人山合一的身居生活 有的人甚至一生都没有见过大山外的世界 封闭让这里的贫困又加深了一层 我是2017年的9月份大精秀的 感觉精秀的 脱费公家的任务还是非常重的 四万多的群众 要在2020年底全部脱费 奔小看 难度还是比较大 诶 张圈长 您好 这批炒珊瑚中药材我们已经收到了 好 那下一批我们中药材如果有够计再联系好吗 嗯 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 好 那拜拜 拜拜 拜拜 这个药材也达到我们的服务要求 新装也 新装可以 我们可以 和推进行价值工序 可以啊 符合我们尽量要求 几天前 这些药材刚从采药阿姐们的手中收来 通过茂南扶贫工作小组的牵线 这些药材将运到广东中山进行加工 从广西大摇山到广东中山 深山的珍宝终于找到了归宿 中山的珍宝终于找到了归宿 中山的珍宝终于找到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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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爸你看 看一下 这种药材够不够感觉啊 这种药材够得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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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年年这么皱的 我们年年这么皱的 这药材够可以吧 很可以的 很可以的 它说很干的 那行啊 嗯 师傅说你的钱了 不要说了 距离京秀县城24公里的贡河村 卧居大摇山腹地 偏远落后 交通闭塞 贫穷在这里好像生了根 聚居着456户盘摇人的贡河村 曾有一半都是贫困户 我真有了 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 我去打工 打工得点钱回来 有买个中药为我来扶持的 就是肚子蛋 然后像他在涨个水里面 这么多气 是二公分大气了不 丈夫生病后 这个家庭迅速滑向贫困深渊 每月一万多块钱的药费 甚至比他们全家一年的收入还多 然而祸不担心 2016年 在政府的帮扶下 他们终于在新村建起了新家 像赵佩珍一样 通过帮扶住进新居的 全村共有一百六十五户 稳固住房只是基础 可是守着金箔箔 却过着穷日子 让优质的草药走出大山 成了村民们脱贫的关键一招 因为我们金秀县 这个中草药不成规模 品种比较分散 通过多次的努力 就促成了大森林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金秀县签订了 这个中草药的构销协议书 药材产业扶持进门入户 盼着脱贫致富的赵佩珍 抓住了机会 成为第一批参加培训 参与药材种植的贫困 角古兰是金秀大摇山里最古老的摇药之一 也是金秀大力推行种植的草药 小小的草药在这一刻 承载了赵佩珍祖孙三代人的希望 种植草药的第一年 赵佩珍就摆脱了贫困户的身份 随后他又加入村里的合作社 共同在山上的种植基地 种下了两百多亩的草山湖 这个是草山湖以前我们没种村里的 现在是上面发给我们种的 种留到冬天冲凉啊 喝用茶来喝啊 这样子好舒服了 那么多啊 如今身体好转的丈夫 有时会和赵佩珍一起上山 上面的扶贫一抹六百块钱 这样 我们老婆实际做 这个做太辛苦了 现在好了 吃也不愁了 这就不愁了 大摇山里 从苦日子到甜蜜的生活 越来越多的瑶族贫困户 开始迈向更好的生活 十月的苗乡细雨朦胧 一大早 冻头镇新村的梁德公夫妇 变到村口的西边 一边抓鱼 准备迎接一位贵客 准备迎接一位贵客 五百块钱 准备 如果您可以估计 到准备 去吧 到准备吧 梁安叔 喂 梁安叔 终于等到你来了 来的这名医生名叫詹建飞 原是广东省廉江市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 2018年7月 响应广东省廉江市 结队帮扶广西溶水苗族自治县的号召 他到溶水开展医疗扶贫工作 从此便跟溶水苗乡结下了缘 梁德宫出世是去年夏天 溶水县山木资源丰富 是这里村民们的主要生计来源 就在梁德宫一次搬运木头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你用力这样子撬你都不看上面了 所以拿木头冲下来 冲下来对我的脚 看到脚就翻了 没有脚了你干什么都干不了 不想猴 当时都说是肯定要解释 它是一幻共同的努力 他们也很信任我们 然后我们也很认真去治 不仅宁保下脚了 功能也会富了很大一部分 现在基本上生活这里是没问题的 在那里他们不像是医生 像是我们的孩子一样 像是我们的亲友一样 来回的时候都是拜拜 今天好了吗 好一些了吗 都是这样子的 这在心里面 真是感谢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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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再去一边啊 这就不 好 再去一边 现在高兴啦 越来越好啦 越来越好啦 现在牛也是高兴的 你一样 好吃啊 我可以一样 呀 喂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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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要去的地方 就是2018年8月份 我在那里之一的地方 叫拱洞 扶平成果做得很好 所以现在的路就好走多了 以前的那个路 下雨天完全是基本上是走不了的 经常有滑坡啊 塌方啊 还有巨石巩落那种啊 比这个严重多了 比这个严重多了 新技术快奖怎么样啊 新技术快奖怎么样啊 敷牙那些免风都在是吧 喂 哎呀 好久不见了 大姐大姐大姐 好啊都好吗 都好吗 行吗 去看看吧 好啊 也好啊 好点啊 好点啊 都是膝盖 三年前 詹建飞第一次来到这个卫生院时 内心有一些震撼 很多医疗上面的网板啊 就没有人去补充 稍微年纪大一点的都选择 就在家里面自己用自己的偏方去处理 就在这个简陋的手术室里 他完成了两百多台窗面修复手术 他带了我们的一个生技术 这个免风技术 以前我从一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有进过也没有听说过 就在旁边这样 不会让他收回去 口里边还是碎了 所以先 现在我们就是按他的那个方法来 也难了 效果很好 换一下 小心开始 以这里为起点 詹建飞走进了苗乡深处 熔水苗族自治县 是国家级贫困县 和滇钱贵石墨化片区县 千墨纵横的梯田美景背后 是长期贫困的现实 和落后的医疗条件 以前来的那个小孩探山 你会看到千奇百态的处理方式 草药 牙膏 卤灰 什么酒都放进去 效果都是非常糟糕的 影响后面的后续治疗 有空有空有多点 是做的时候 反正关键的随便拍一下 又不是每天拍 但是在转折地方拍一下 到时候再分享 分享 一有空 就都经常入户去 让春衣带路 带我们去到哪里 去让那些行动不便 又的确是神患有急的 不方便出来求医 就带我们去那里 上门去解决问题 苗乡的路弯且抖 瞻见飞却在四个月内 自驾行驶两千多公里 走遍全县二十三家医院 一百五十多个贫困村 四个月的之一工作结束之后 回到廉江生活回归平静 2019年6月 张建飞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举家搬迁到溶水 发达的城市 其实不缺人才 但这里很缺 但是就想到父母身体还可以 我们就追一下梦 就决定过来 2019年7月11日 溶水苗族自治县中医院窗面修复科 正式成立 科室科主任詹建飞很快发现 即使是在这个县级医院 能够做窗面修复外科手术的 全科室也只有自己一个人 平行或朝上一点点 擦进去之后搅拌 搅拌再抽出来一几 所以就这样 手术一直都是我们一个人做 其他人又还伤不了手 这一年的话 这种手术的话 我们大大小小的 做了1200台 就是见缝擦身那种 占健飞的女儿晨晨在溶水的一家幼儿园上学 妻子邹小侃 圆在一家中医馆做行政工作 来到溶水后 选择回归家庭 照看小孩 他第一时间他有跟我讲 有现在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到广西这边来帮扶 他说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你想去那就去吧 就是没有好朋友 也没有家里人自己 真的就是一辆大卡车把我们的行李拉过来 然后我就安顿家里面的东西 然后他就直接去科室 然后就开始忙着把那个科室搞起来的那种 嗯 对啊 詹健飞把家人都带到溶水 本意是想离他们近一点 可事实上 孩子一个月能见到爸爸的次数 屈指和数 最苦限的就是家人 有时候你大半个月不回去了 现在小孩他就不认识你了 他觉得这个人是陌生的 你靠近的时候他就会后退 嘛 花里叶子 呀 啊 都可以 肯定 我没啊 我没啊 当 fueron 还不啊 你手里边拿来是什么 啊 啊 叫 阿 像这样美好的家庭时光 并没能延续一顿饭的时间 接到了医院的电话后 瞻见飞便放下了筷子 匆匆赶了回去 妈妈一下就回来了 爸爸 爸爸 爸爸已经走了 你要快就回来哟 今晚瞻见飞依旧要守在医院里 没有手术的时候 他就着手准备给其他的医生护士 培训的课件 把自己的经验一点一滴地 敲打在电脑上 短短一年多时间 只有36岁的他 却已熬白了头 一个月的话 可能回家一天两天这样左右 基本上睡在可是一张垫子 就睡在地板上 你没知道那个人很高 坐在那个甲路那里 我觉得 哎 就蛮心酸 如今 科室团队正在一点一点搭建壮大 瞻见飞开始着手忙碌另外一件大事 他要带领团队 赶在冬季烧烫商高发期之前 将急救之时 尽可能告诉更多的苗山里的孩子和老人 你见到山口 那个位置 都不会被探上 但是一旦发生了 你要正确会处理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疤痕 不会影响外观 我们是怎么教小朋友 我们就过来收工过来 再注意 这群人我们这叫将衣团队 主要就是源自于 这里需要 虽然是苦 但是希望在自己在当打之年的时候 人数人自己都觉得 无愧这个职业的话 周末 朱文香打算带儿子回老家一趟 从现在住的地方 到他们的老家 独栋镇林略村 要转三次车 2018年搬来县里后 兄弟两人再也没有回去过 这里还要半个小时 煮蛋糕 这里就好像很多 你走就没回家 要回家 半夜了 两人生成干的 人生成干的 林略村是典型的洞族寨子 全村九百多户人家 全部都是洞族 朱文香回村时 早他几天回来的丈夫 正在茶地里做工 不忍臣 不忍臣就马龙 要改马龙 很狠肯 没回家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家的这栋房子是2017年翻新过的 在这之前 全家人都挤在破旧的老房子里 之前的房子感觉我爱的倒的那种 又有个残疾人嘛 所以车机拼搏一下 把房子建好 省吃俭用啊 那不舍得 这个不舍得 那个车里面不是有那种 支柱那个物资嘛 都是穿那些物资的 那个衣服吧 小到这个好新链 三江县地处云贵高原边缘 受限于山区地形的影响 将两万七千一百一十九名贫困人口迁出大山 是三江县脱贫攻坚工作最大的难点 也是解决向欧盛成这样家庭困境的有效办法 随着三江县异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开展 欧盛成不仅 grow了 不仅等回了妈妈 也看到了 离开大山的希望 游圣诚 参ogo而 landsca安 木制审树 前例 周天 作诫 中文字幕做赫 文字幕作与 中文字幕作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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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